得獎其實大家都討論了很久 因為每個入圍都非常優秀 也很高興看到這麼多優秀的音樂人 還在非常非常努力的做音樂 真的讓我們非常感動 謝謝 那我們先從年度專輯Come on in 開始 好的 為什麼得獎啊 因為他很好啊 其實這個獎我們討論了很久 是從所有的入圍的19張專輯裡面 討論了非常久 然後投票投了三輪才投出來 所以他真的是 其實很多張我們都討論了很久 然後都覺得非常好 所以最後為什麼要到第三輪才投出來 也就是因為真的 每一張我們都覺得放掉太可惜了 那陳迅迅這一張 真的是大家 多數的評審覺得真的是很好的一張專輯 國語專輯心理學 心理學也是整個的音樂的編排 還有整個的質感 品質還有包含歌手的表現 製作的 quality 都是在一個水準之上 我們都覺得非常值得肯定 接下來是 最佳 女歌手 拉拉 這家女歌手 拉拉是 我們認為她在這個專輯裡面的 Vocal的表現 在每一首歌的表現都非常非常的趁機 而且非常的讓我們覺得 非常的融入這個音樂裡面 我們都覺得很好 國語男歌手陳奕迅 陳奕迅是她的專輯 其實她的音樂性是有點難度的 在唱這個歌的時候 是有一些難度 但是她表現得非常的游刃有餘 我們都知道她技巧很好 可是她並沒有非常斬技 可是你仔細聽的時候 其實她在這種很輕鬆的唱的情況之下 其實是難度是非常高的 年度新人 茄子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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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茄子蛋的音樂 他們是有一個非常自己獨特的一個風格 然後他們的 對於整個音樂 不管是詞跟曲還有整個表現 讓我們覺得說值得非常值得鼓勵 所以他們也非常非常有未來性 年度樂團董事長 董事長是一個已經堅持了這麼久的一個樂團 然後而且她在這張專輯的籌畫期非常長 而且做得非常非常用心 然後我們覺得一個好的樂團 可以堅持這麼久 而且是每次每次一直在進步 那他們這一張的表現 整個整體來講 讓我們覺得非常品質非常的好 組合 頑童 頑童是他們 雖然是比較嘻哈 但他們的整體的表現 還有對於整個 他們在一起的表現 跟他們對整個音樂的潮流 然後抓住那個時代的脈動 然後他們的態度非常清楚 還有其他獎項需要子彭老師跟大家分享的嗎 謝謝子彭老師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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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苦了 謝謝 謝謝 谢谢大家